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谈矜持哲学第50条燃起斗志 我想企业经营其实就好像是一个球赛的赛场 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当我们真正的把企业开始建立 开始经营之后 我们必须要让这样的各种困难跟阻碍的这种状态 变成是一个常态 才会燃起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些的愿望跟所谓的目标 那如何的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始终有这样的勇气 或者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种斗志 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来鞭策自己 那最好的方法其实是 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反省 必须要反省今天是否真正的努力 也就是是不是我今天做的是比昨天还努力 我们希望员工可以来关心企业 那最重要的就是员工自己要看到应该是老板自己是不是也真正的敞开胸来喜欢自己的工作 具备旺盛的这样的战斗意志来面对自己的事业跟工作 我们常常讲你想要设立高目标 感染到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身为一个企业领导组 我们必须要明白地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做出超过做人道理的这种道德跟伦理 然后要让我们所有的员工也都清楚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要正向正面 哪怕我们要真正的极度的努力的工作 我们也必须要是做对的事 这样子才能让自己的工作 才能让自己的企业经营虽然成功 但是它是扎实 它是有意义的 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谈到了精词哲学第五十集了 真正想要传达的是 我们身为一个企业领导组 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践行 就是我们必须始终以作为人 很会正确的方式来去作为企业经营判断 甚至把这样简单的道德跟伦理的这种精神 必须要在每一个员工的心中来让它发酵 因此我们在鼓励所有的员工 或者是中小企业领导组 必须要有燃烧的斗志 就是必须要在正向正面当中 正确的使用所谓的企业经营哲学 我是Jones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